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卖胭脂 卖胭脂嘞 小郎君 买盒胭脂回去送你娘子吧 魏无羡驻足 眉峰一挑 拽着蓝望鸡的手臂 竟真的往胭脂扑走了过去 魏无羡道 蓝战 你看这个胭脂颜色 深一些的好 还是浅一些的好 蓝望鸡眉峰 微不可查地抽动了一下 脑海里一想出魏无羡故意浓妆淹没 搔手弄姿的聊自己的模样 她诞生道 魏英 不得胡闹 我不就是问问哪个颜色更好看吗 怎么又叫胡闹了呢 卖胭脂的妇人对魏无羡道 公子可真是好眼光 这两款胭脂可是我这儿卖得最好的 这不止剩最后两盒了 公子若是买回去送娘子 保准你家娘子喜欢 魏无羡冲蓝望鸡挑了挑眉 阴阳怪奇道 哦 送娘子 她捧腹道 嗯 可是我家娘子 她呀平日都是素面朝天 从未用过胭脂水粉 妇人道 公子真会说笑 哪有女子不爱打扮的 不是说你为月吉者容吗 你给她买回去 她自然会打扮 打扮后肯定更迷人 魏无羡更是来劲了 冲蓝望鸡眨了眨左眼道 哦 是吗 可我家娘子是面若贯欲的天仙美人 素颜就把我迷得够巧 上了妆还得了 蓝望鸡眸光躲闪了下 错开与魏无羡对视 诞生道 走吧 魏无羡道 哎蓝战你等等啊 难道你不想要这胭脂吗 不要 蓝望鸡淡淡的扔下两个字 便转身离开 为什么不要 我觉得那两个颜色都挺好的 你不想涂胭脂取悦我 那我涂来取悦你 可好呀 哎你等等我 那么胭脂的妇人 瞠目结舌的看着那一白一黑两个身影越走越远 半爽才回过神来 难难道 这两位翘公子 该不会是一对吧 二人并肩行了一阵 路过卖画本的摊子 魏无羡脚像被沾了浇水一般 更是怎么也挪不动了 魏无羡正火热地挑着画本 蓝望鸡则站他身侧 垂眸不语 安静地等着他 卖画本的那商贩是个热情的主 见蓝望鸡郡事件 可神色冷清 貌似有些不好招惹的样子 于是收敛了平日里热情肆意的推销 只一个旧的冲魏无羡几眉弄眼 又猥琐地看着摊位的右下方 事业那里卖的都是男人喜欢的好东西 魏无羡嘴角上杨慧心一笑 杨梅回了个苗董的眼神给摊主 他直接看都不看一眼 那书中所回内容 大笔一挥将那些书记全部埋下 蓝望鸡掏钱 随后将那些书记置于乾坤待内 二人并肩没走几步 魏无羡又小跑起来道 快要蓝湛 你闻到没好香啊 吃烤肉串的味 魏无羡一路从西吃到东 塞了满肚子 蓝望鸡见他挺着肚子 走得懒洋洋的 问道 累了 也不算是 主要是吃得太撑了 他又向蓝望鸡凑进了些道 韩光君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就是走起路来 感觉肚子都在跟着晃动 闻言蓝望鸡眼底泛起一抹笑意 应道 从未 顿了顿又问道 那可还需用午饭 现在已经喂食了 过饭点了 虽然我不饿 但是吃饭这件事还是不能马虎的 总要完成任务不是 这样吧 我们学个汤管坐下来喝点汤可好 好 那我们快些吧 正好也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嗯 不一会 两人便着了肩 干净体面的汤管 坐下来魏无羡点的莲藕排骨汤 他筷子夹着萝卜片为蓝望鸡吃 蓝望鸡咬了一小口甜辣爽口 魏无羡道 好吃吧 这也是云梦的特色泡萝卜片 蓝望鸡微微汗手 想着不久便是这人的生辰 而自己也曾多次听见 他在梦中一语 说要喝世界做的莲藕排骨汤 蓝望鸡灵机一动 起身想去后处看云梦这边莲藕排骨汤的顿法 魏无羡见他起身起道 蓝湛 你干什么去 蓝望鸡道 稍后立刻便回 魏无羡以为 蓝望鸡要去小姐 便没多做纠缠 只乖乖地呕了一声 蓝望鸡来到后厨 在厨房忙前忙后的几个婆子见了他 皆显得有几分局促 谁也没想到在这后厨会看到这么一个扬眼 看似不时人间烟火一尘不染的仙君 一打杂的伙计见他气质非凡 殷勤道 公子来此事有什么需要吗 蓝望鸡微微汗说道 敢问莲藕排骨汤怎么炖 原本有些急促的秦婆子文言 皆不自觉地窃窃私语起来 这么近的人儿 该是食指不沾阳春水才对 他学这个做什么呀 我家闺蜜要是能找这么近的公子哥 做夫间就好了 伙计道 哟 这可不巧了 主厨刚炖下莲藕排骨便无羞气了 这怎么个炖法 小的也不会呀 不过食材的处理我倒是知道一些 蓝望鸡道 愿闻其详 火鸡指着泡在水里的排骨 道 我们这儿的排骨 显得都是上好的新鲜签牌 这不 您看排骨买回来切成段 再放在冷水里泡上个把石尘 玉 thirty 嗯 哎呀 哎呀